明年要取消蓝牌车营运证 这是近几天交通部对外发布的一条消息 2018年将会取消4.5吨以下重量的普通货车的道路运输证 这个消息引得许多蓝牌车主牌手称赞 在我国总重量在4.5吨以下车身小于6米的微型轻型货车是挂蓝牌的 这些车辆营运需要办理C1驾驶证 营运证等等证件才能够上路拉货 营运证的办理钱不是关键 而是手续多且复杂 去工商局办名称核准通知书 去交通部办营运证 去工商局领营业执照 去税务局领税务登记证 去车管所上牌 去运输局领营运证 很多时候跑东宝西还不一定能办下来 更何况这种小货车都是个体户自买自用 最多能拉两吨左右 并不能办多大的事 所以有的车主直接找黄牛去办理 花钱省麻烦 不过现在好了 4.5吨以下的货车 取消了营运证和驾驶员从业证的办理 个体户的自用小货车 不必那么麻烦了 每年两次省车的时间精力省下来了 办正反锁的烦恼也没有了 更不用交钱挂靠公司了 但是4.5吨以上的货车和特殊车辆 还是要办理这两种证件的 如果没有证件上路 一律被视为无证经营的黑车 不仅要被扣车 还要被罚200元 并且在将来 国家还会利用高度信息化 对这两种证件加强监管 网友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 小货运输 驾驶证 营业证之间的关系 两夫妻结婚 领证了就算合法 再去开个结婚资格证 只会涂增麻烦 现在取消这个资格证 确实是国家的惠民政策 你怎么看待这个众望所归的政策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